水面浮游是油污染的一种 它产生于油轮沉没事故引起的食物泄漏 油库的油泄漏以及传播洗仓水 油田 炼油厂和其他加工厂产生的含油沸水等 这些油污染物以危及人类健康 破坏生态平衡 因此对水面浮游的障碍萨固剂 使浮游凝固成固体块状物定于回收 此方法不会造成对环境的二次污染 经过无数次试验 研制出了一种新型磷油剂 定名为FOA水面浮游凝集剂 FOA浮游凝集剂是采用储量丰富 无毒农户产品和石油化工产品为原料 进行工艺制成的一种橙黄色固体磷油剂 它通过与水面浮游结合 在水面波浪的激励下 能快速并有效的凝集水面上 漂浮的各种浮游 下面让我们观察一下实验室中 FOA的凝油效果实验 首先是FOA对原油做的凝集实验 FOA粉末撒在油面上后 通过水面的波动震荡 加速FOA对油的凝结过程 这是FOA对原油充分凝结后的凝结块 我们可以看到打捞凝结块后 水面上基本无浮游 下面是对机油做的实验 撒FOA与油面 震动水面加速凝结过程 充分凝结后的情况 这是打捞凝油块后的水面 我们接着看对柴油做的实验 FOA覆盖油面 震动水面加速凝结 这是充分凝结后的凝块 打捞后的水面基本上无浮游 然后是对煤油做的凝集实验 还有对汽油做的凝结实验 最后是对花生油做的凝结实验 通过上面的实验 我们可以看到 FOA不仅对高粘度油如原油有效 而且对低粘度油如汽油的效果也相当好 这甜蜜 FOA漂浮水面30天 不乘以水 水质也没有变 FOA可以在任何PH值下使用 也可以在温度低于摄氏50度下使用 还可以在表面活性剂 小于每升50毫克情况下使用 同时FOA对水中生物无毒性 FOA浮在鱼缸水面30天 鲸鱼仍正常生长 另外各种浮游经FOA的凝集 所得凝油快只要经过适当处理 并可回收60%以上的油 所剩残渣又是极好的燃料 因此使用FOA凝集各种浮游 不但不会产生二次污染 而且还可以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 在广东省金属加工厂的污水池中 做了FOA对较大面积浮游的凝集实验 试验场地是该厂的成油污污水池 面积约40平方米 试验油品有原油 机油 柴油和汽油 首先做的是FOA对原油的凝集实验 原油用量10千克 FOA用量4.5千克 原油扩散面积约3至4平方米 在油面上撒上FOA凝油剂 然后用人工积水的办法加速凝集过程 这是凝集后的情况 打捞后 水面几乎没有浮游 打捞后 水面几乎没有浮游 然后做FOA对机油的凝集实验 机油用量10千克 FOA用量5千克 机油扩散面积约3至4平方米 这是机油凝集后的情形 打捞后 水面几乎无浮游 接下来做的是柴油凝集实验 柴油用量5千克 FOA用量2.8千克 柴油扩散面积约2平方米 这是柴油凝集后的情形 打捞后 水面几乎无浮游 然后做的是汽油的凝集实验 汽油用量4千克 FOA用量2.4千克 汽油扩散面积约2平方米 这是汽油凝集后的情况 打捞后 水面几乎无浮游 周围油栏围成3000平方米的水域 作为实验区域 实验油有柴油和燃料油 首先做实验的是柴油 用油量200公斤 当时刚好是退潮 水流速度为每秒一米 油扩散很快 投入FOA120公斤 实验时由于无风浪 我们用快艇来回行驶 造成0.3至0.4米高的波浪 来加速凝集过程 这是FOA对茶油的凝集情景 接下来做的是FOA对燃料油的凝集实验 投入燃料油200公斤 由于实验时转潮水流速度开始变慢 只有每秒0.3米 油扩散也很慢 油面约10平方米 然后投入FOA110公斤 同时易用快艇骚浪 浪高约0.3至0.4米 这是燃料油的凝集情形 这是打捞后的水面 这次的实验结果表明 FOA对茶油和燃料油的凝集效果都很好 江河水域中如有大面积浮游时 只要有良好的微油栏及一定的水浪 用FOA凝集浮游便可达到较好的效果 这表明FOA水面浮游凝集剂 是很有应用前景的一种实用的凝油剂 给大家看